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他们目前为止对于这个比赛的研究我觉得还是比较透彻的 而且他们从今天的比赛又让我们见识到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Insta Pro 以前他们是打一个运营 现在他们战斗也可以了 但是我们说到他今天虽然表现不错 但是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出现的 就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其实给我们看到他们在沟通方面 在磨合方面还是有一些不足 我觉得这波团战非常经典 对 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有提升的地方的 我们也是把这一波团战专门拿出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复盘 来看一下这波 其实这波团战关键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在于嬴政这个地方 嬴政率先把自己的大招给释放出去了 让他之后的一个输出是处于一个真空期 对 这个地方明显感觉的出来是Insta他们应该是沟通失误了吧 对 就你看这个嬴政的他的位置现在是在蓝buff的区域 而且嬴政是直接开了大 这种时候你跟前排的白起是完全没有办法配合的 对 嬴政的大招全空 再一个就是白起这个嘲讽啊 其实队友是完全跟不上的 你可以看到沟通由于失误白起进场之后呢 看到橘子和裴金虎星辰 在自己的团队的这个三角处这个地方完全是游走了半天 这波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一波咱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白起一个大招嘲讽 嘲讽住了两个人之后 白起一直处于挨打的状态 对 而他的队友是没有进行任何的帮忙的 不管是那个裴金虎也好 还有那个夏侯敦也好 他们都是一直在旁边蛇形走位 是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苏烈的一个进场 他一个闪现大招 这个点为什么要单独拎出来说呢 因为他这个闪现其实是躲掉了张飞的一个大招的吼 张飞是原本想用这个吼去破掉这个苏烈的大招 但是没有想到他一个闪现躲掉了 对 这波是EDGM他这个 应该是那个苏烈的大招非常的精髓 但是同时也是 也是E-Star Pro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E-Star Pro他们不想打 他们在犹豫 你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蓝buff区域前后脱节 白起在往前面顶 肯定是在呼叫队友 我能嘲讽三个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后排又全部都在犹豫 你可以看到这个张飞还有夏侯敦 全部没有进行任何的操作 是 而且你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 这个苏烈在用闪现之前 他是往后面后退了一下 一盘 对 走了一点点位 蛇皮走位 他不是说运气成分在里面 他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意识 我往后退一点 我再闪现就行 你张飞这个大招的距离 你是推不到我的 对 他拉开距离 然后再回头一个闪现大招 把你四个人全部给你吹起来 除了一个开大招霸体的张飞 没有被吹起来以外 其他三个人全部被吹起来 先被吹起来三个人 然后一个太义阵人进去炸了三个人 然后花木兰打出三个人成目 再然后一个将杂一个大招拨了四个人 所以导致这波团战完全毫无反手之力 对 看到EDGIM这边配合得非常好 阿楚的苏力也是为自己证明了 你知道吗 当时这套阵容 本来是他们是没有什么太高伤害的 尤其是打到中后期 对面有白起 有张飞 还有个夏河敦 你能够输出的只有个花木兰 再加一个里面方 对面三个裁面盘往前面一站 你根本没有机会输出 但是就是因为这波团战 在狭窄的地形 跟杰硕说的一样 就是他们特别喜欢打这种地形战 地形Buff 让我的所有技能全部能够打住你 就假设换一个思路 如果说这波团战是在一个开阔地带的话 其实在之前有一个张飞一个大招 吼到对面三个人的一个情况 假设这波换了一个开阔地点的话 让张飞吼出一个完美大招 再接上自己的一个连续的控制点 我觉得Esta Pro也是有一打之力的 但是很可惜 这个地形的限制 直接导致他们这一波团战的一个失败 其实他们那一波 如果说真的要打的话 你就果断一点硬打 千万不要在后面疯狂地走位了 对 犹豫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 如果说果断一点的话 可能情况不是这样